南京与花台经现四座神秘东晋墓 四位墓主人同时入土 难道他们是同时死去的吗 年轻的将军以身殉夺 为何封府却整整持了几十年 经典传奇 即将未应及也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我是冠之 今天咱们要讲的故事 得从南京市与花台区冯围村的 一个小土丘说起 这个小土丘被当地人称为后头山 2015年3月有居民在这取土建造房屋的时候 偶然间发现 土丘里边居然埋藏了一面墙体 这个墙体虽然只显露出了一小段 但是仍然能够看出它是有青灰色的砖块砌成的 见到这个情形啊 居民马上反应过来了 打电话给考古研究院 这儿有古墓啊 得到消息的考古专家很快赶到现场 打眼一看 确实古墓 而且是六朝时期的古墓 我们根据这个暴露的这一堵墙 它的砌发是三顺一钉 那么三顺一钉呢 非常流行于这个六朝时期的这个砖石墓 所以我们据此判断这个墓葬的时代 应该就是六朝时期的 说实话 在南京发现六朝时期的古墓 那真是一点都不稀奇啊 六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一段特殊时期 它指的是三国至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方的六个朝代 即孙吴东晋宋其良辰 这六个朝代皆以今天的南京为都城 并在南京留下了大量的帝王灵寝和贵族墓葬 不过问题是 这六朝前后历经367年 后头山的这座墓葬具体来自什么朝代 墓主人又会是什么人呢 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发掘 经过简单的清理之后 专家发现这个地方不止一座墓葬 而是四座 专家分别命名为M1234 陆续展开发掘之后呢 说实在话专家有点摸不着头脑 因为这些墓葬啊 怪得很 怎么个怪法呢 跟您这么说吧 其中M1 M2 M3 这三座墓葬几乎一模一样 跟三胞胎似的 您来看 首先它们的形质相同 都是长方形的单式墓 坐北朝南 拥有斜口墓道 而且墓室的前端 也就是靠近封门的地方 全部都放置了一个摆放祭品的祭台 墓室内的装饰也大差不差 都在两臂前侧 各留了一个小小的壁龛 后壁有一个凸字形壁龛 下方还砌着一面假窗户 再一个 这三座墓葬出土的文物 基本也是一致的 比如说M1号墓葬出土的盘口壶 瓷碗瓷盏等瓷器 还有陶瓶机 陶燕 陶盘等等陶器 M2和M3墓葬里边都出土了 尤其是这件出土于M3墓葬的青瓷熏炉 从大小气形到右色 都跟M2的青瓷熏炉一模一样 好 形质和出土物这些一致 您或许可以说是同一时期的墓葬 可能就是一块建起来的 一块修的坟 这陪葬品也是一块采买的 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 可是最后一点 也是最离奇的一点 这三座墓葬 不 这个地方甚至还得再加上M4号墓葬 这四座墓葬的墓主人 居然是同一时间入葬的 奇怪 离奇啊 难道他们是同时死去的吗 是战争 还是其他什么灾难性事件 导致了他们的同时死亡 他们又究竟是什么人呢 关于墓主人 姓神名随这个问题呢 专家们倒是没有困惑很久 因为他们很快就在 M1号墓葬墓主人的头部上方 发现了一颗扭扣般的小小硬物 经过辨认呢 这居然是一枚同质印章 而且还相当特别 您瞧啊 它整体呈凸刺形 十分的小巧精致 特别就特别在 它的上下前后左右六面 均有阴刻的转文 这种特殊的印章形质 被称之为六面印 我们南京发现过 数千座的六长墓 但是这个隋葬品里边 出六面印的 铜制六面印的是非常少的 加上我们这座墓地里边 出的这一枚 迄今为止在南京里 只出现过六面 所以说这个文物 还是比较罕见的 这个六面印呢 顾名思义就是有六个面 都是有印文的 六面呢 有可能是对应不同的文书的 这枚罕见的六面印 出土的时候呢 凹陷的英文内 还隐约能看到 珠红色的印尼残留 说明这枚六面印呢 是M1号墓葬墓主人 生前经常使用的 心爱之物 这也说明了 这个墓主人身份 绝对非同意外 那么这位身份不凡的墓主人 究竟姓甚名谁呢 关家们迫不及待地 清理和附踏了 这枚六面印 上头写了什么呀 你快来看一下 印章六面分别刻着 张脉 张仲仁 张脉 白氏 张脉 白坚 陈脉 白继 这次M1号墓的墓主人 身份终于揭晓了 他是一个叫做 张脉的男子 六面印上的这些内容 应该是张脉 在不同的文书场合当中 对自己的称呼 专家同时推测 M2和M3号墓葬 应该分别是张脉的弃子 因为这两座墓葬 尽管大部分出土物 都和M1差不多 但是在后续的发掘当中 专家发现 唯一不同的是 M2和M3号墓葬当中 都出土了金饰 而且做工十分精美 应该是女性戴在头上的装饰品 至于M4号墓葬专家推测 应该是张脉的妾室 而且很可能 这位妾室没有子嗣 因为这座墓葬的规模实在太小了 而且十分简陋 甚至没有涌到和关床 这座墓葬的墓地的合葬形式 是一幅多期的 然后2号和3号 是规格随葬品高度一致 而且随葬品还是有点等级 从这个线上来看 我们推测这个一幅多期的形式 到这一步 后头山这四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 基本得以确认 接下来摆在专家面前 最大的问题是 张脉是什么人 史书当中有记载吗 他和他的三位妻妾 又是为什么同时入葬在这个地方 种种谜团咱们下节揭晓 以身殉国的张脉 成长于怎样的家庭 同时入葬的家族墓 还隐藏着哪些男几个谜团 江西卫视纪念团期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后头山四座墓葬的墓主人身份 得以确认 张脉和他的三位妻妾 就这么四个人 可问题是张脉是什么人 没听说过 显然墓葬当中 已经没有更多的线索了 专家们能够指望的只有史料了 那么史料当中 究竟有没有关于张脉的记载呢 你也别说 经过一段时间的梳理 专家们还真在禁书当中 找到了一个叫做张脉的人 据禁书张光传记载 张光自警武 江夏中武人也 身长八尺 明眉目 美音声 少为俊丽 家世有不取 注意后头这句啊 麦多才略 有富丰 什么意思啊 就是禁书当中 记载了一个叫做张光的近代将领 而张脉呢 正是他的次子 禁书有个张光传 在这个传记里边呢 开篇就讲 张光这个人身长八尺 长得比较高大 然后呢 眉清目秀 声音也好听 就是这具备了一个贵族的基本资质 就是自身条件特别好 然后还记载 家世有不取 什么意思呢 应该是讲从东汉 什么时期以来 家他的世代 都有武装力量 是地方的典型的豪强 而他的儿子 在他的这个传记的末尾 讲到他儿子张脉的时候 有将才 有富风 就是说他儿子跟张光 这个形象也比较符合 可能性格上也比较像 气质上也比较防 这个他的父亲 根据史书的记载 张脉不光是形象上 跟父亲相似 人生经历也很相似 禁书上说 光有书勋 谦财官将军 梁州刺史 也就是说张光因为屡历战功 而仕途顺畅 最终官至梁州刺史 实际负责今天陕西汉中 和四川的东部一带的军政工作 张光任梁州刺史时 这个腐碎百姓 使人民安居乐业 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功绩 这在正式里边 对他这个功绩 也是有充分肯定 公元313年 为了抵抗敌军 55岁的张光 与梁州英城固守 自下气东 以致激愤成吉 有人劝张光撤退 他却按着保健说 无受国厚恩 不能剪除寇贼 金得自死 贬如登仙 何得退还也 说完这句话 张光升绝而足 张光在做梁州刺史的时候 与底族政权经常发生摩擦 甚至是战争 在一次战役中 张光的两个儿子 张梦长和张源都战死 后来张光在这个西晋末年的时候 在与这个敌人的这个对抗中 被前后加工 忧愤而死 他死了之后 他的儿子张脉 有权领周氏 也就是代行刺史的职务 张脉继任梁州刺史之后 战斗仍在继续 《禁书》当中也记载了 说张脉最终的命运是 周人推卖权领周氏 与贼战末 也就是说张脉啊 跟他父亲张光一样 最终是以身殉国了 好 咱们话说回来 这位以身殉国的年轻将军张脉 和后头山东晋墓 M1号墓葬的墓主人 是同一个人吗 专家认为 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需要考证的是 张脉殉国的具体时间 虽然禁书当中 对于此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是 对于此没有明确的记载 后头山墓葬的墓主人就是张脉 你想啊 墓主人拥有象征贵族身份的六面印 而禁书当中的张脉也是显幻之人 在同一历史时期 两名贵族男子同名同姓的巧合率极低 所以此张脉应该就是必以张脉 那要是这样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为什么张脉足于西晋末年的梁州 却葬于东晋中晚期的健康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呢 二者之间有着几十年的时间 和几千里的空间的差距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那个老问题也没解决 张脉为什么会跟自己的妻妾 在同一时间入葬呢 迷雾重重 下节继续揭晓 独特葬俗透露着主人 怎样的特殊来历 千地入葬华贵一场 背后又有着怎样的 显为人之的隐秘 江西瑞士经典团旗 正在为您解决 上节说到后头山墓主人身份 基本确定为史书当中记载的将军张脉 可问题是从张脉战死的西晋末年到东晋的中晚期 前景后后至少相聚了五十多年时间 他为什么会在殉国五十多年之后才和妻妾们同一时间入葬与健康呢 思来想去专家们认为这样很有可能是迁葬 这是一处合葬墓 至少有四个墓主 葬在这同一处 有的是同穴 有的是异穴 这四个人呢 在理论上讲不可能同时期死亡 所以说在我们考古学上 一般认为合葬都是伴随着迁葬 都有先后的 最后才形成的这一处目的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讲 合葬角度上讲 他就是迁葬 如果是迁葬 那么这四位墓主人的灵柩 又会是从什么地方迁过来的呢 这一点史料当中并没有记载 不过专家从发掘现场到时发现了一些线索 您瞧啊 这M1和M2号墓葬是同学异式墓 什么意思呢 咱们常见的合葬墓 通常都是两座墓葬共用一堵墙 而M1和M2号墓葬却分别拥有独立的墓墙 您要知道在南京地区已经发现的 数千座六朝墓葬当中 专家可从未见过这种同学异式合葬的墓葬行之 那为什么他们会使用如此与众不同的葬俗呢 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这种独特葬俗啊 是来自墓主人原始坟营的所在地 哪儿啊 得查资料 最终专家在鄂城六朝墓的考古报告中 发现长江中游的重镇城市鄂城 有着类似的葬俗 鄂城在两晋时期是江夏郡的郡制 而晋书记载张脉的故乡是哪里啊 正是江夏郡的中武啊 他和鄂城同属江夏管辖 理论上应当属于同一文化区 长江中游发现了大量这种中小型的墓葬里边呢 的确有一个类型跟它这非常相似的 这两者之间的比较呢 我们认为这个有可能是藏俗之间呢 这个随着移民把这个藏俗也带过来了 也就是说张脉一家原本是葬在了故乡 后来才迁葬到了建康 那么在故乡葬的好哈的 为什么要迁到如此遥远的建康呢 专家推断 很有可能是由于张脉家族 一门中烈 他的子孙呢 会受到南迁的东晋朝廷的弃重 于是就迁徙到了京城来生活 不过这点也有些奇怪 怎么呢 就算张脉的子孙迁居到了建康 为什么要把先辈的坟营 也一起牵过来呢 似乎并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专家们一开始也想不通 后来他们仔细研究了 墓葬当中的出土物 尤其是M2墓葬当中的金饰 倒是想到了一个可能性 咱们先来欣赏一下金饰啊 这是在M2号墓葬关床头部清理出来的 大约有着十多件精美的金饰 包括对鸟 花瓣 鱼 提栏 金坠等等 您仔细看这是一个金对鸟原片 它直径约1.8厘米 由纯金打造而成 中间镂空雕刻着一对飞鸟 振翅欲飞啊 还有这个 这是一条黄金小鱼 长约3厘米 宽1.3厘米 头部上旗下腹和腹旗是清晰可变 边缘坠满了细密的金素粒 做工是相当精美 M2出土的这个金饰呢 它们不少上面呢会有那种小窗孔 它这些呢其实都是古代的 带着头上的装饰品 布窑上面的一个小构建吧 这个布窑呢就带着头上的装饰品 为什么称布窑呢 是因为走起路来 一走一窑 一走一窑 所以称为布窑 它集中出土在棺床的前部呢 也是跟这个布窑的这个用途息息相关的 因为这个布窑是带在头上的一种装饰用品 所以当时出土的时候 它的这个位置也是集中出土在棺床前部 就是墓主这个头部的这个位置 您要问了 这个布窑的出现跟张脉迁葬有关系吗 是吧 一般人觉得这个联系不上啊 你还别说 真有关系 因为咱们两晋时期啊 有一个风气是十分流行的 叫赐藏 赐藏指的是王公大臣死后 朝廷根据他们的品级或者战功 赏赐丧葬费用墓地或者随葬品的礼仪制度 两晋时期的帝王就非常喜欢赐藏 关家们通过观察研究 认为这后头山东晋家族墓就十分符合 赐藏的特征 布窑是古代妇女 头饰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装饰品 在我们南京地区出土类似布窑构建的墓葬 墓主人身份都非常显贵 等级特别高 然后在这种那么小型的墓葬里面出土金布窑的构建 我们认为这种只能是这个政府或者朝廷的赐藏 因为当时整个的社会背景就是倡导博藏 一般很难发现这种黄金 甚至连一些这个铜啊金属类的遗物都非常少 所以从他这个罕见性来讲的话 我们推测是一种赐藏的产物 说到这儿您肯定要问了 张脉从以身逊国到赐藏京都前后间隔了几十年的时间 为什么东晋的朝堂在几十年之后才想起来赐藏呢 这点说实话专家们也很困惑 直到他们在东晋时期成熟的地方治华阳国治当中 发现了这么一段重要记载 说梁州地区被占领之后发光肿焚其失丧 这个文献里边明确的记载 后来底人占领了汉中以后 把张光的墓葬给发掘了 把他的这个尸首也给毁了 这个可能对张氏这个后人造成了一定的心理的负担 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才有可能就是他的后人 如果在建康已经找到了出路 落稳了脚跟 有可能就会考虑把自己的祖先的几处墓 都迁到建康来 在自己的这个看护下 能保持得更长久 至此后头山东晋家族墓的诸多谜团 总算是都解开了 咱们不妨来捋一捋这个过程啊 昔近末年张脉和父兄们一起镇守梁州 在父兄军战死之后 他独帅大军御守孤城 最终战死江头 在此之后的数十年时光里 政权更迭 风云变幻 被遗忘在梁州的张脉王林 终于在东晋时期等到了迟到的丰府 他和妻妾们的墓种一同被迁到了繁华的京都 并重新风光厚葬 而1700多年之后的一场考古 让他的生平故事再次被世人所知 也让早已沉寂于史书的名字 再度地鲜活起来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抖音号和微信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典团旗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心想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